哈喽宝宝们 跟完这一款我们10月份再见咯 实质是冰灰紫衣号色 然后再利用浮胶粘一点金箔 再刷一点光疗 黏上超级漂亮的金蕴薄粉 照灯后刷光疗包裹再次固化 擦掉浮胶用拉丝胶拉点线条 拉好固化 在线条胶间位置 粘上一颗透明金石 给金石包边然后封层 中指用纹理胶 先搞出一点凹凸不平的纹理 用笔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举步刷光疗 沾上幻彩小气泡和立体珍珠 穿颤搭配大小错落 把它们分布开 忘记了我还沾了几颗金色小钢珠 白号位置之后先照动固化 再给它们上加固 然后封层 不明指先用月光白2号刷个底色 再用冰灰紫在上下对角位置上色 边缘用光疗底过度自然 固化后擦掉浮胶贴上天纸按压平整 再取幻影胶3号刷在局部位置 让它有一个人鱼色的偏光效果 再叠色一点高光粉 它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天纸边缘沾上蝴蝶和大小珍珠 固化给它们上加固再封层 小拇指底色刷的是月光白1号 这个要比2号要透一点 还是局部刷冰灰紫1号 叠加清云欧博粉 这个粉超级鲜 光泽也好看 闪闪亮亮的 大拇指麻就不演示了 也是贴了贴纸 周围搞了一点纹理胶 然后沾了湿皮 后方会变下